大家好 我们来开始这节课的讲解 我们讲解长解模型跟摄像机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我们去构建一个模型类的场景 首先第一步你要会熟练的运用四视图 这节课讲完以后 希望大家的话对四视图的切换 还有每个视图具体表达哪些含义 应该熟练的运用 有一个新的知识点是摄像机 这节课的话会给大家讲解一些 关于摄像机的理论基础知识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场景的制作 我们会制作这样的一个场景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banner类型的场景 当然这节课的场景会比较大 我们这节课分成两部分来讲解 这里头的有一些元素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构建出来 包括这样子的管道 对吧 你可以说用矩形来做这个管道 那这个管道呢 或者说是这样子的管道 对吧 我们之前学的这种多边形建模 对这样的管道的制作 好像是似乎不太方便 包括它的背板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制作出来一个背板 是吧 这个也会用到新的知识点 也就是说多边形的建模 Poly的建模 是吧 我们可以在下一节课当中 把这个整个案例完成 这节课我们主要来理解摄像机 跟一个场景元素的构建 我们帮我们可以用到的元素 包括这里面的这个元素 这样子的元素 还有背板的元素 这些零星块的元素制作完 下节目我们会把整个的场景制作完成 进行渲染 OK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课程 首先我们先来看摄像机的讲解 我们知道了摄像机 前面的这个是多边形的模型 是吧 这个地方是可以创建地面跟天空的 那么下一个部分就是创建摄像机 CCD给我们提供了摄像机有这么几种 当你单击创建的时候 它就会提供一个默认的摄像机 拖拽你的视图 你可以发现摄像机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了 对吧 这个地方一样 摄像机有它自身的位移旋转 对吧 这个地方你说摄像机有缩放吗 摄像机不是这么来缩放的 摄像机的缩放是在摄像机里面 可以看到摄像机的这一部分 会调它的可视角度 跟它的焦距 对吧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 这些距离我们都不会去调 那么我们的摄像机这么来调整 肯定是不方便的 你可以说这么调整摄像机可以调 但是不方便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摄像机观察的是哪 讲两个新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这个里头 摄像机 你可以看到摄像机的地方 有个活动摄像机 你可以把当前摄像机设为活动摄像机 也就是说现在的视图 就是你的摄像机视图 现在的活动摄像机视图 然后可以恢复成默认摄像机 还有一个切入点是在这里 单击这 后面像准星一样的一个东西 当你单击的时候 它也会切到你的摄像机里面 把你的摄像机变成一个有趣的活动视图 对吧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进入到你的摄像机里面 你从哪个地方进都是可以的 OK 我先把我的摄像机删掉 把我的场景恢复为默认场景 现在我开始制作这个模型 制作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去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场景里头的模型 哪一部分我们做不了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下来 这些管道类的东西 还有这样子的东西 包括蚊子的挤压 或许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来做 对吧 我不知道怎么去这样形成文字 没有关系 我们下节课来讲解 首先我们把场景先搭建出来 这节课的话 我们会把整个的大场景搭建出来 首先搭建我的地面 地面可以看到 它是用这样的长条块来制作的 和盒子 对吧 在创建地面的时候 注意也有一个知识点要讲 就是说我的地面 在我能看到的情况下 尽可能减少它的边跟面的数量 因为我现在搭建的话 我不知道 数一下 12345678 12345678 八个地面 对吧 我可以创建八个矩形块 显示出观影着色 看见一部分的细节 一个 两个 双击 复制 四个 再双击 复制 按着Ctrl键 对吧 八个 当你穿上八个矩形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 它在我的摄像机角度里 到底呈现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 我这个矩形块 我现在想看到的话 它到底以什么样子的状态来呈现 我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说 我必须先把摄像机构建好 来看着我的背板 这时候我要进入一个摄像机视图 进入摄像机 给我视图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当前的摄像机 是我的渲染摄像机 尽可能排的像它眼前的这个位置 对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角度 然后后面会有立起来的板子 立起来板子 跟这个板子怎么处理呢 首先先把这个板子 经过调整 调成这样 然后把当前摄像机视图切出来 我可以把顶视图 改变为透视视图 看这里透视视图 这样子的话 注意看 我调整左边的视图 右边的视图 它就为透视视图 左边呢 它就为摄像机视图 摄像机视图可以保持不变 保持我摄像机看到每一个物体 渲染出来的样子 同样我可以单击摄像机 单击鼠标右键 增加一个保护标签 那么我的右视图里的摄像机 就不具备鱼动属性了 对吧 这样子可以快速的保护起来 我的摄像机 来在我的这边来创建 这边来观察 非常非常方便的一种创建方式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个摄像机 如果说我要渲染 现在我要用Ctrl R进行渲染 是吧 输出渲染 渲染的是哪个视图 是这个视图 对吧 各位仔细看 渲染出来的是这个视图 如果说你渲染的不是当前视图的话 在哪里改 在查看这里 这地方有个叫作为渲染视图的命令 如果说改成这个 那么再去渲染 你可以发现 它渲染的并不是我的摄像机视图 而是右边这个视图了 一定要把这个渲染视图的位置调整好 还有一个要讲解的东西 到底这个视图的哪部分来参与渲染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输出尺寸是1280乘以720 那么视图的哪部分来参与渲染呢 你可以看我的视图的宽载变化 是吧 我在调整的时候 我的视图发生了宽载变化 各位仔细观察 你的视图的这个部分 是有这种浅灰色的东西呈现的 这就是你的渲染 可以按下Shift V 调出我的窗口属性 我把我的视图里面的透明度调成100 黑色的部分是不参与渲染的 白色的部分是参与渲染 窗口属性也一样 每一个窗口属性都是独立的 所以说你调整 这个窗口的属性并不影响到它 我们来继续调整我们的物体 排出背板 才会会长一些 对吧 我可以把它们都选上 可以把它们稍微都拖长一些 让它们大一些 这边的话没有关系 只要在这边 也就是说我的渲染湿度 看见不产生穿帮就可以了 我们都长一些 可以用一个来改 是吧 这些都删掉 这样的做模型的好处就等于 你可以发现 可以快速的看到我模型做出来的样子 是吧 当然这个的样子的厚度 我希望改后一点 OK 就渲染8个 双击按住Ctrl键复制 对吧 4个 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它留的位置比较大 那么把它往过移一点点 再复制一次 8个再往过移 OK 注意看这样8个的视图就方程好了 而且我都渲染出来的样子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 可以把它们全选 稍微往过移一点点 然后它的宽度的话好像没有那么远 对吧 稍微往前来一些 可以看到它并没有那么远 调整一个合适的角度 套的G乘一个组 把它叫做地面 我可以把它改名叫地面 然后后面还有立起来的背板 立起来的背板 我可以用地面里的其中一个背板来改 用它按住Ctrl键拖拽出来一个 移到后面 同样这个视图被锁定了 是吧 可以看它有个锁定的标签 所以我确要换一个视图来制作 把它立起来 90度 一定要做的时候 一定尽可能的在能看见的地方来做 我先做它 是吧 错落有之大小不一样的几个一些背板 我可以把它稍微先放一放 因为我现在它的样子跟结构 我可能后续摄像机还会去调整 所以说我先给它放一个大概的位置 一二三四 大概五个背板 对吧 这是其中的一个 较远距离的背板 组织一个 反过来 这是它后面这个比较大的 你能发现它这种背景是错落有致的 我也要把它错落有致的这种关系做出来 它可以比它稍微厚一些 做的时候 记得随时按一下Ctrl S来保存你的文件 文件千万不要丢了 OK 两个第三个把它也稍微往后移一点点 对吧 地址第三个搓了有致的感觉 稍微给它搓开 三个 然后后面有个更大的 这个 更大一些 它放在它的可以看见它跟它搓开了 它会很大 把这边都挡全了 所以说我要把它做大一些 往后移一点点 然后它的后面又有一个 当然你在做的时候 各位各位在做的时候 如果说哪里不合适 是吧 我们摄像机永远是可以调的 我们后期可以再去调整我们的摄像机 当然我现在觉得高度不太合适 把我的标签闪了 稍微改变一下 注意 稍微改变我们摄像机 对吧 永远永远摄像机是在为你自身服务的 这种穿帮倒不要紧 因为穿帮的话 我们现在没有给一个地面 最后我们会给上一个地面 把整个地面弄掉 是吧 然后稍微让它平一点点 我喜欢稍微这样 大概是这种感觉 可以看到延伸 一样 调整完摄像机 第一时间把摄像机就锁定了 表成这个好的习惯 省得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 它可能会更长一些 更远一些 有个开阔的场景 包括这些背板 也一样稍微在你的视图里面 可以反复的去调整 三维的好处就等于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调整 这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反复调整 千万别说我一步就调整完成了这些东西 所有的模型跟样子都是经过反复调整 才能出来的 这个视图也一样 我可以把它变成正视图 或者说我可以把它变成顶视图 来看到我的物体的里头到底啥样子 慢慢调 把它们对齐一系 是吧 可以看见它们是跟前面对齐 这两个之间的差距后续可能还会去调整 先简单的放在这儿 可以看到这时候的背景跟这个背景就有点像 对吧 这边会 它的这边可能会留的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它的摄像机尺寸可能不是1920 可能是个高清 1920x1080一个高清的尺寸是吧 当然你可以用一个比率一样的720来做也是没问题的 稍微往过一一点 这样子是吧 它的右边就会多一些 这个背景 大概是这么的一个样子 尺寸短了 可以稍微给它长一点点 然后现在我开始做里头的元素 这堆奥克基成一个组 它们这个组叫做背景 OK 然后里面的元素一个一个来做 可以看到它的上面主要的元素是这种零星块跟盒子 我可以先把零星块做完 做一个背板的零星块 零星块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用盒子来做 对吧 让它立起了 同样呢 它会旋转一下 大概旋转一个45度左右 对吧 大家这样立起来的零星块 把它利用自身坐标移过去 先做最大的这个可以 可以先把它贴在后面 一定要稍微给它转一下 你能发现它是有投手角度的 转过了 正好大一些 可以给它等比放大 输入放出来 Z回去 可以剃一下 给它做等比放大 薄一些 千万不要让它太厚 稍微薄一些 然后呢 三层 可以把它贴在后面 大概在这 很大 增满了整个屏幕 可以看到它很大 它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 我就让它大一点 放在底下 对吧 它看很大的话 最大的这个 后期所有的模型的比率关系还会调 因为模型永远是个比例的关系的问题 我现在的比例可能是合适的 一会在做做做的途中 它或许大了 或许小了 我会把比例整个改掉 对吧 你在做的时候 也会发现自己的模型不好看 不好看的地方 把它改了就可以 它三层 一个 往前来 第二个 是吧 把它稍微厚一点 它就会放进去 这是我要做的第二个物体 第三个 往前来 稍微再小一些 也要放进去 对吧 这样的三个物体 形成了这样三个块 可以看见它第二个 或许第二个会比它更小一些 这个呢 也会比它更小一些 这样的几个块 这是一个 把它们改一下 对吧 然后这样子 可以看它这边还有一个 我去复制一个 把它移过来 放在我边上的位置 然后也一样 它会靠前一些 对吧 稍微靠前一些 两个这样的 作为装饰性的菱形块 然后右边呢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再复制一个 放在我的右边 要注意你画面里的感觉 它会出去一点点 当然它不会挡住这个 可以选择这所有的菱形块 给它往右移一点点 这个会更小一些 让它挡住它 对吧 可以做出一些一点点 错了有质的感觉 它会从它的这个地方 不同感觉的菱形块 上面还有一个 上面的话 可以用这个最大的这个 我来选择这所有的面 最大的这些一个 选择两个三个 是吧 可以选择 它们三个乘一个组 就是最大的这个 你把它们往上一亿 只露出这么一点点 可以看到上面几乎就露了一点点 对吧 我也让它露出一点点 可以把它们的前后关系 稍微可以改大一些 对吧 你不光可以改菱形块之间的距离 你还可以把前后关系改一改 这个也一样 进入这个组 上面这个组 可以把没用的先删了 我可以希望它更大一点 同样这个小块也会更大一些 靠前一点点 对吧 这样的菱形块的结构就会出来 把它们稍微改改 OK 然后这个时候 这边还有一个 可以复制它 放在我的右边 稍微往前移一点点 它是右边的零行块 它会很厚 你发现它的厚度会比这些高 厚度增强一些 OK 厚度会增强一些 是吧 后续我们会把它再改掉 然后这样子的话 背景面板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还能制作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里面的 背景面板简单制作完了 对吧 反正我们把这里面的 这些元素 菱形做一下 是吧 这里面这种漂浮状的菱形 做一下 当然这里面这是两个盒子 一会我们会把两个盒子 也摆上菱形块 菱形块 我们直接会得到一个菱形 我们用宝石来做就可以了 对吧 宝石 可以随机的在我的窗口里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窗口 看到它 看到情况下 可以随机的摆一些宝石 让细节更丰富一些 可以给它一些自由的旋转 一个 后面呢 也会小一些 再随机的摆一些宝石 两个 这边也一样 随机 很随机的摆前前后后 错落有致 让它的空间关系打开 是吧 三个 再往前来摆 第四个 四个 然后可以快速的再复制一些宝石 有趣的宝石 有趣的宝石可以让它在画面的各种地方 但是注意不要把画面摆太乱了 是吧 可以让它小一点 小一点 小一点 特别小 作为一个点缀 放在这 后面也一样 可以再作为一个点缀 往前推一推 摆的时候可以给它一些随机旋转 这样子宝石每一个的角度都会不同 可以看到在简单的构建了以后 场景的这种空间关系 它就会形成 非常的有趣 对吧 你在这有一个 再做一个大一些的宝石 飘在这 不要跟模 注意做的时候 模型千万不要有穿插 是吧 我们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时刻观察自己的模型 千万别做出穿插感来 OK 注意放在这就不对了 是吧 这是地下地下看不到 我们不用去放 我们知道我们能看到的地方 宝石放出来 然后穿插 做出错落有质的感觉来 可以前景中景远景 对吧 都有一些宝石 不要挡我的画面 对吧 你在做的时候也一样 千万不要挡你的画面 你可以把宝石飘在各个地方 但是说对于挡画面这事是不能容忍的 不要挡画面 再来一颗宝石 OK 这样的话 我们把能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这部分是吧 这部分我们之前都学过 可以做的东西几乎快完成了 宝石错落有质的感觉 地板 还有背面的这种感觉 这两个是盒子 跟文字的挤压 因为我们这节课 现在还没有讲到文字的挤压 等这下一节课 讲完文字的挤压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放在盒子上 包括这一部分 对吧 还有后面这种复杂文字的模型的建模的方法 这节课我们主要理解的是摄像机 因为这节课摄像机这个东西一定要理解好摄像机 是吧 它这个叫做宝石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摄像机 这节课一定要理解了摄像机的属性 摄像机这里面常规的属性 是吧 包括摄像机的视野范围 摄像机的焦距 这些东西要常规的理解 这个呢 是保护标签 当你增加了保护标签以后 我们知道摄像机就不再具备移动位移属性了 可以看到这地方全部都锁定死了 所以说这节课要好好理解一下摄像机 摄像机的话 我们一般就用末日摄像机就可以了 这些摄像机特定的摄像机 我们现在暂时已经用不到 理解了摄像机 而且还要理解摄像机的渲染湿图在这里可以调整 如果说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渲染湿图 渲染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理解好这部分的内容 包括这样一个场景的构建 简单场景的搭建 搭建成这样一个平台形式的场景 把文件保存好 我们接下来会把整个的场景打开 做成讲到其他的建模方式 把整个场景完成 OK 这就是这节课讲解的内容 谢谢大家